解决刚刚讲的那几个问题 哪几个问题呢? 就是这几个 哪个区切断按键最多 画出这个图 那其实画的方法 一,请你先插入什么? 枢纽分析表 它会自动帮你选起来 确定 二的话,请你把区拖拉到列 再把区拖拉到值 出来了,有没有 然后再来一个动作 我要按照什么? 按照那个高高低 所以排序嘛 排序怎么排? 特别说游标放在B4 特别说一定要放B4 然后选择资料里面 资料里面有个Z到A 马上排序了 治安最差的 就是中山、士林、万华 OK,这三区 治安最好的 就是文山、南港、大同 OK OK,就马上知道 最后如果你要画图的话怎么画? 记得 分析里面 点击这边分析 有没有,有个枢纽分析图 那请你用什么? 用圆 用 如果你要数量的话 我们可以画两个,一个是数量 如果你是数量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用直条图 马上 这直条图的话 马上可以怎么? 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然后上面的这个标题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可以比如说 这个什么 比如说 区 区的什么 那个住宅窃窃盗 等等 这个这个名称 自己想一下 标题 区的住宅窃窃盗统计好了 OK 然后 上面其实还可以把它变个颜色 这变颜色其实很简单,就换个颜色 字的大小 再放大 等等的 这个是 这个叫图例 这个图例不要,没关系 你把它按Delete 这样OK 有没有,第一个 你可以做出 这个统计图表 或者是说 把这个再复制一个 复制过来 把这个图 换按右键 变更一下 或者你重新再来过 变更一下 按右键可以变更 你可以把它变成圆形图 圆形图的话呢,我们用基本的这个 按确定 有没有,类似像这样 但这个有个缺点 上面都没有数字 也没有哪一区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再到 哪里呢 设计里面 如果你上面要 让它长得像什么 长得像这样子 有没有发现 上面是有那个哪一区的比例 对不对 你可以 在设计里面呢 新增项目 然后记得 找到叫资料标签 的 终点外册 OK 这边可能 可能要记一下这个功能 就是 只要在 这一个图表上方 找到设计 新增图表项目的 它的标签 然后把标签 放在外册 OK 这个是第1个步骤 第2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把它新增一下 新增那个 资料标签 终点外册 第2个的话 再点它一下 把它按右键 变更它的什么呢 它的资料格式 因为我现在不是要数量 我现在是要百分比 所以百分比的话呢 你把这个 按右键 这边最下面这个 叫资料标签格式 把它改成百分比 有没有 然后不要迟 然后把它的类别名称叫出来 这样的话就OK了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在 这一个 上方按右键 然后显示出来 并且把这两个打勾 这个不要打勾 这样的话呢 我们做出来 就会是最后的结果啦 OK 然后这边把它关掉了 然后这个 大概就完成了 不过还有个地方 不太一样 你想说 老师这个 好像有一个 饼 把它拉出来的效果 那怎么把饼拉出来 比如中山区 凸显 怎么凸显 特别注意 你可以在圆饼点一下 第1下 停一下 停个一秒钟 第2下 再到中山区再点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往外拉了 有没有 中山区就出来 有没有 所以以后呢 你以后呢 就把这个图放在PVD上面 然后老板 我跟你讲 哪边住宅 你不要去 买那边的房子 那你应该买哪个房子呢 你可以把 大同区呢 假设你要把大同区再搬出来的话 也可以再拉一下 有没有 你可以选择旁边的大同区 老板 应该中山 对 在旁边而已 在 隔壁 OK 这样的话 其实会比较明显 如果他真的还想要看实际的数据 你说 那他会 你说那你数据从哪边来的 你应该讲 在这里啦 这些 就是这么多 你不用看了 我知道 你有这个资料 你好厉害 你怎么会这些东西 你会大数据分析 哇 对不对 感觉就不一样了 专业 对不对 不然的话说真的 你有时候讲半天 讲的话 真的人家听一听 你有没有 真实的数据 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说真的 这感觉很浪费时间 有的人 你拿不出数据来 讲半天 感觉好像就是在这边瞎扯 所以现在的人真的还是要看真正的数据 如果你给真正的数据 其实说真的 不用讲太多了 很多都是一针见血 对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大概也许 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把那个住宅窃盗的区的统计 先 然后 路的部分 这下礼拜再讲 OK 先坐到这里 最后记得储存档案 他因为是CSV 所以记得按否 要不要 记得按否 你要不要 然后存成什么 记得存档的时候呢 你干脆 如果你担心将来开不了的话 你刚才也是要存成什么 存成2003 这个好了 这个972003 这个 把它储存下来 到时候就缴交这一个就可以了 OK把这个档 存成那个 97到2003 这个格式按储存 OK 他好像有一些格式 不应该不影响 按储存就好了 这个可能会有问题 不支援 我看试会不会出错 旧版列蓝的限制 不支援旧版的函试 好像没有错 好像OK 这个打勾 可以 所以你存档的话就存成那个什么 这个 XLS就好 这个部分就缴交这一段 画面再还给各位 好 要我会开一个 今天的作业 刘养试 感谢观看